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一进佛门 佛就把这个道理传授给你 三归一嘛 归一佛就是聚而不明 归一法就是正而不邪 归一僧就是静而不然 你看 一入门就传授给你 可是你并没有接受 你还要追求世俗的明文力 你还是追求五欲六成的享受 这错了 那是明文力 觉悟的人不追求这 觉悟的人追求什么 追求对宇宙人生的明了 痛大明了 绝不追求明力 绝不追求物质上的享受 有财富 有地位 不见得有幸福 不见得有美满 真正的美满幸福才是正确的 孔子当年在世 经济生活很贫乏了 不是富有的 也只是勉勉强强能过得去而已 主要记住勉强能过得去 怎么知道他勉强呢 他连延回都不能照顾 你就知道他生活过得很勉强 延回的生活太苦了 越淡湿越飘饮了 夫子对他很感叹了 一般人过这个生活 那时候苦不堪言了 但是延回怎么样 回也不改其路 无论在什么地方看着他 暖面笑容 非常快乐 由此可止 平静里头有路 他再叫幸福美满 世间明文立扬不堪去追求 假的 带不去的 万般降不去 唯有夜随身 假的就应该放下 不应该再去追求 生活只求过得去就好 不造业了 我们有这个色身 色身住在这个世界 不能不养他吗 养这个色身干什么 色身是假的 借假修正 我们要借这个假身体 要修西方净土啊 所以对于这个身体 只要有个妥善的照顾 不必刻意去保养 用不住 一天三餐 粗茶淡饭 够了 衣服能保暖 有个小房子可以遮蔽风雨 足一下 你的心多清净 多自然 如果要追求物质享受 那你就带来痛苦 纵然自己有佛报 我们的佛报 给一切众生去想 合化 这是修集大佛报化 没有比这个佛报更大的了 佛也不是教你一定过很苦的生活 佛并不赞成五无仪的苦行 这个在大神经上 诸位常常可以看到 对于自他没有利益的苦行 佛不赞成啊 佛教我们怎么做虚云 这样就自在啊 父子教人呢 义佛罗氏 所谓是 素富贵 你就安于富贵 你命好嘛 前身修福多嘛 你应该安分手起做一个富贵 你平坚 素平坚 安于平坚 只要能安心过日子 不叛缘 不喜求 所以人呢 重要的是要过得很本分 决定不叛缘 你在物质生活里面 就得自在了 你看现在科学发达 差不多四百多年 不到五百年 比变就出来了 我们是得到科学一点方便 但是付出的代价太深了 太重了 科学能教全世界的人心不安 带着恐惧 这在中国历史上以前没有过的 以前天下太平 不管什么样身份 平复贵贱 幸安利得 所以他有美好的一身呢 幸福 幸福美满了 尤其是多数人 多数人贫贱 他并不羡慕富贵 也不刻意去追求物质上的享受 他心是定的 过得很舒服很快乐 这是智慧 中国教育能教证 真正修道的人 佛在一切经里头啊 常常提醒我们 常常教导我们 要念苦空无常 常常常 常常念苦空无常 观察这个世界呢 苦空无常 对于这些享受的心呢 才能够淡化 才能够把它指住 这个样 决心呢 才能够生得起来 那么菩提心的反面 就是迷 菩提心就是决 所以就是决于迷 这是修学的基础 决定不能够迷失了自己 心地果然清净平等了 他的生活啊 就是安平落到 安平是我们反复的概念 在他有没有呢 他这个观念都没有了 所以他才落到啊 落到是真的啊 安平他没有这个观念 为什么呢 人家平复易辱 比如说在世间 在世法界里面 他天堂跟地狱啊 也平等 苦乐两边都不受 他还有什么平欲辱 没有了 所以落到是真的啊 道就是自信啊 这是真路 孔夫子的学生 李延辉 一旦是一瓢瓶 那个生活苦到那种程度 他每天小伙伙 非常快乐 不该其落 他落得什么 落得到啊 落得对宇宙人生痛大明了 没有我你 没有我爷 没有我行 你是多快乐 眼前人家以为苦 吃得这么简单 自得其落 但里头真路 你没有入这个境界 你得不到 入境界 你就尝到这个路去 我们发心皈依 发心求是无界 你的心要真诚 它才有感应 皈依是什么意思 皈依是回头啊 回归啊 意识依靠啊 我从前 对宇宙人生的想法 看法 说法 做法 错了 我要从错误回头 我要依靠正确的 什么是正确的呢 佛所讲的是正确的 换一句话说 皈依这两个字的意思 简单的讲 就是从我们一切错误 回过头来 我们的错误 就是自己的妄想分别之处 回过头来 不再随顺自己的妄想习气 要依靠佛菩萨的教会 那个意识依靠啊 我回过头来了 我从今而后 齐心动力 生活行持 都要依靠佛菩萨教会 这个皈依 这是总纲领总原则 宇宙人生的真相 我们彻底觉悟 震慑明了 这是我们学佛 接受佛陀教育的目的 不仅对于我们眼前 一切思想的明了 甚至对于过去 对于未来 没有一样的 不知道 生活上这些事物 你自然就有能力去应付 真正真实 历苦得落 幸福美满 一定是在佛教里面 决定可以求得到 是非我 都不仅是在佛教里面 要是在佛教里面 的 那是佛教里面